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 将我们今天的社会构筑成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日立集团制定了企业的活动方针 环境构想 日立集团的环境构想将防止温室化效应 资源的循环利用 保护生态系统作为三大核心 旨在降低产品整个生命周期中造成的环境负荷 推动全球化的绿色生产 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环境构想长期规划的目标是 通过为客户提供二氧化碳少排量的产品 到2025年度实现二氧化碳排放量较2005年度减少1亿吨的目标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 日立集团将充分发挥雄厚的技术实力 努力追求产品的环境效率 将日立的所有产品打造为环境友好型的环保产品 同时日立将依托集团的综合实力 面向全球市场加强环保技术的开发 通过投资强化事业体制 并积极推动协创型项目的开展 为了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日立集团已经基于环境构想 在世界各地开展具体工作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为防止温室化效应 日立集团全面开展二氧化碳减排工作 其中之一就是在发电领域 日立的核电技术拥有50余年的辉煌业绩 煤炭火力发电技术 更实现了全球最高水准的高效发电 同时日立的研发项目还包括 整体式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 IGCC 以及对火力发电站排放的二氧化碳 进行分离、回收并封闭于地下的 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技术 CCS 不仅如此 日立还在大力开展新一代电网及智能电网的事业 按照计划 仅在上述能源供应领域 日立集团就将实现相当于总目标 百分之七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此外 日立还与JR东日本合作 开发了将日立自主研发的磁磁子电池 与柴油发动机进行高效组合的铁路用混合动力驱动系统 从2007年7月开始 该列车已在全世界率先投入商业运营 为了防止地球温室化效应 日立集团还致力于从IT到建筑设施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开展了诸如打造应用先进节电技术的绿色数据中心等项目 为了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日立集团建立了再循环工厂 从材料采购到产品废弃的所有环节 均建立起系统有效的机制 为符合环保要求降低环境负荷 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为了保护地球生态系统 日立集团开发了不释放污染气体的技术 不污染海水的技术 在现场分解土壤污染并实现无害化的技术 为保护生物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壤 保护清洁绿色的环境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日立将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 大力发展涵盖广泛领域的社会创新事业 为构筑高可靠性、高效率的社会基础设施系统 做出有益的贡献 经济发展与低碳社会并存 人类与丰饶的自然环境共生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这就是日立集团环境构想的目标 感谢观看